詹姆斯、戴維斯和標60分 胡仁載灰熊奪四連勝 胡仁主場迎戰灰熊 前三節一度贏到25分 雖然灰熊奪力追趕 第四節拼到警差四分 但在詹姆斯、Lebron James和戴維斯、Anthony Davis 单结合拿25分的火力压制下 在胡仁仍是以117比105取得近期四連勝 詹姆斯此役17投10中 包括12伐11中 攻下32分7助攻3籃板2足攻 本季当他得分超过30分10 胡仁17战全胜 戴維斯则是17投8中 15伐10中 独拿28分13籃板4助攻7足攻 胡仁从比赛一开始就掌握领先优势 全场没有落后过 布莱德利、Avery Bradley 贡献14分5籃板3超截 凯威尔波普、Kentavius、Coldwell Pope 12分5籃板 灰熊先发球员在胡仁的压制之下 仅有莫兰特、Yalmer Ant得分超过2位数 他今天拿下17分3助攻 瓦兰丘纳斯、Jonas Valenciunas 8分11籃板 这是他连续7场篮板达到双位数 创下个人生涯记录 替补上场的杰克森、Josh Jackson得到全队最高20分 杰恩、Gorgi Dion 14分10篮板2超截 克拉克、Brandon Clark 14分10篮板4助攻